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火节就在树日之后吗 是 想必这满天的烟火就是有人在演练 结帅怎么会记得这民间的节日啊 因为 有一个女孩 她最喜欢这满天绽放的烟火 慢一点 小哥哥 快点 要开始了 快点 刚才在我身上往上爬的人也只有你了 小哥哥 来看啊 真美啊 哇 你看这些烟花里面是很漂亮 小哥哥 你明年还来招儿家 陪招儿一起看烟花好不好 好啊 明年我们还一起看烟花 说好了 拉钩钩一百年不变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谁变谁是小魂球 哇 你看 好像一颗的小花 他 就让你回來了 你看 不许变 赵儿最喜欢你的牛花了 看 哈 赵儿 如今你流落何方 我既不希望你同沈大人一起死去 可又害怕你活着 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对不起 你们一家的悲剧 皆以我而起 若不是我 江帅 你的伤口又裂开了 我马上叫丁太医来 不用 让天气过来换药吧 是 节帅 田太医来了 节帅 让小人帮您上药吧 把手伸给我 我 我 又不是你受伤 叫什么叫 小人看着都疼 节帅 您要是疼 您就别忍着 小人都懂 上个药废话真多 节帅 这款是小人自己研制的药 对这种皮肉伤有奇效 只不过上药的时候吧 会特别疼 这款呢 上药时不疼 就是药效温和了点 看节帅用哪款 当然是疗效好的药 我堂堂男子汉 难道我会向姑娘家 呼通不成 对 是 小人现在就给您上药 节帅 您看 我就说很疼吧 你是上药还是上毒 怎么会这么疼 这 小人帮您吹吹 吹吹就不疼 别害怕 我给你吹吹就不痛了 还疼吗 还疼吗 你这是干嘛 回节帅的话 这是小人家的传统 我小时候受伤的时候 我爹就会帮我吹吹 我爹说 吹吹就不疼了 什么吹吹 娘里娘气 你堂堂一个男人 干这种事 猥琐 还不是节帅刚刚叫得 跟小姑娘一样 还说自己不怕疼 你说什么 回节帅的话 小人是说 小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用了小人的药之后 能像节帅这般 忍住这样的剧痛 节帅应用 小人实在是佩服 佩服 行了 上完药就退吧 来 节帅 涂了这个药粉呢 伤口干了会形成结痂 慢慢就会愈合 请节帅这段日子 误碰水 误用力 小人这就告退 这就告退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小哥哥 你怎么过来救救我 这儿